好了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 日本小儿科学会针对全国 设有小儿科的1100多间医院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到去年8月底 一共有31间医院52名确诊新冠的孕妇分娩 其中51名新生儿经过PCR核酸检测之后 呈现阴性只有一名婴儿为阳性 而这名出生就确诊的婴儿呢 健康状况之正常的研判是母子垂直感染 日本专家也表示母婴垂直感染几率比较低 症状也比较轻微 呼吁大众不需要过度担心 但是这个案例代表母婴垂直感染的几率并不是零 所以孕妇在怀孕过程当中还是必须注意防疫 那这是日本国内第一次发现的个案 南韩总统文在寅和第一夫人金正淑 今年上午在首尔中路区一间卫生中心公开注射AZ疫苗 看得到他是穿 等一下他看得到 对他是穿短袖的 那他这个动作呢是为了出访 在6月的时候出访G7来做准备 同时今天也是南韩 开始为65岁以上长者施打疫苗的第一天 因此文在寅也是带头宣导长者接种疫苗的安全性 而除了文在寅夫妇之外 将在6月11号一起出访英国的官员们也在现场接种 韩国疾病管理厅表示如果民众有出差等需要出国的必要形成的话 可以优先注射疫苗 而俄罗斯总统普丁呢自己也说今天要施打 但其实俄罗斯展开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其实已经超过三个月了 普丁和官员在视讯讨论如何提高俄罗斯接种人数的时候说 接种疫苗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和决定 虽然普丁没有说他将会接种俄罗斯三种国产疫苗中的哪一种 但是他有提到俄罗斯已经签署国际协议 向7亿人提供俄罗斯研制的疫苗 使普尼克5号 普丁说最重要的是要扩大俄罗斯国内的疫苗生产 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已经有430万人接种了两剂疫苗 3月12号才跟进北欧暂时停止接种AZ疫苗的 立陶宛现在恢复使用了 总统诺赛达卷起了袖子接种AZ疫苗向全国人民示范 而英国和欧盟因为AZ疫苗出货问题 争执不休 英国呢推广接种的成绩斐然 单日的接种呢不断的创新高 反观欧盟接种计划却是困难重重 现在最新民调数据更是显示 在爆出血栓致死疑云之后呢 欧洲民众其实对于AZ疫苗的信心 进一步的崩跌 现在不到五成的民众认为这款疫苗是安全的 那这个是余关在12号到18号 针对7个欧洲国家 大约是8000名受访者进行调查 发现德国 法国 西班牙 意大利 这四个国家的民众呢倾向认为AZ疫苗不安全 可是民调也显示 只有英国民众是不受血栓风波的影响 高达77%的英国人认为AZ疫苗非常安全 而华盛顿邮报指出 AZ疫苗标榜不求盈利 每季只需要4美元 大约就是台币116块 而且一般冰箱就可以厨房 有利于配送到不发达的地区 本来应该是挽救世界的救命单 可是却因为本身失误连连 却陷入了窘境当中 AZ疫苗其实在去年11月的时候 公布实验结果 接种一剂保护力可以达到90% 可是呢接种两剂的保护力却下降到62% 研究人员坦言 那么没有办法解释这是为什么 那接着就发生出货量没有办法达标 和欧盟爆发抢疫苗的纷争 现在又因为写说的问题 让欧洲人对于AZ疫苗的信心瓦解 华盛顿邮报引述专家的话说 AZ研发团队呢 起先是不断地吹捧这款疫苗如何的了得 那在彻底有效之前呢 就是自卖自夸只会产生反效果 现在当然就是演变成公关灾难 而AZ疫苗其实已经在50多个国家 获得紧急授权使用 美国临床试验结果 今天也出炉了显示 AZ疫苗对于预防有症状感染的防护力 达到79% 而预防重症以及死亡风险的防护力 更达到100% 接种一剂的受试者出现血栓 或者是类似血栓的风险 并没有上升 也没有人出现极罕见的像是大脑生静脉 以及静脉斗血栓的情况 那这项结果呢 现在预料会为美国当局 是不是来批准AZ疫苗 跨出第一步 疫情让全球旅游业损失惨重 随着各国现在加紧脚步 接种疫苗呢 其实美国业界呢 重新燃起希望 说美国的旅游业还有航空业者呢 希望在今年暑假开放外国旅客入境 路透社报道 包括美国商会 美国航空协会 以及美国旅游协会 超过20家的业者 现在联合致函给白宫疫情协调员 认为拟定重新开放国际旅游计划的时间点已经到了 美国呢 从去年就禁止了欧洲 英国 巴西 还有南非及大陆 这些国家入境 那对于航空业 其实就是像末日一样 因此呢 这些业者呼吁 应该要在5月之前 制定以风险为基础 数据为动力的一个蓝图 逐步安全的解除防疫限制 这样才有可能在今年暑假 开放国际旅行 而按照美国总统拜登先前的说法 说5月1号之前 所有美国成年人都可以接种到疫苗 而且期盼7月4号美国国庆日 人们都可以聚会庆祝 是不是可以一同来庆祝 开放国际旅游呢 最新现场要看您 带您看一段画面是日本新闻网 NNN的报道 日本静岗线木之园市 东明高速公路呢 向南木之园的交流到这个附近 上午发生火烧车意外 一辆巴士因为不明原因起火燃烧 紧销随后赶往现场灌旧 灭火一个小时30分钟之后 才将火势扑灭 而火势猛烈 以至于巴士已经被烧到 看得到是通体焦黑露出了这个骨架 索性车上包含司机 30个人都及时逃生 已经全数下车避难 没有人伤亡 据了解车上的乘客都是 静岗线岛田市 县立岛田工业 这个高校的足球部的学生 高校的学生 那东民的高速公路 其实受到火烧车的影响 在当时从早上8点7分 就有双向封闭 在刚刚的时候宣布 已经解除封闭了 日本冲绳时报 也是刚刚最新的消息 日本相隔28年 说是要规划今年举办全国军演 陆上自卫队打算 在今年9月到11月的期间呢 以岛屿紧急情况为设定 开展史上最大规模演习 预警将会动员 14万名的官兵 而冲绳时报分析 这次的军演 除了嚇阻大陆之外 也有对日本陆上自卫队 战备验收的一个意义在内 那现在最终的规划 还有地点都还在进行确认当中 推估日本当局呢 最近可能有机会 来公布正式的消息 根据日本防卫省的统计 日本先前就办过 四次的这个全国军演 最近一次是在1993年的时候办的 当时是动员14万人 为期三个星期 而日本媒体也说 最近大陆在这个钓鱼台 猎雨 日本称为尖阁诸岛 活动太过频繁 因此呢 全国军演的目的 也就是要在于来 嚇阻大陆提高这个战绩的能力 日本呢 在今年的预算当中 也编列了将近22亿日元 大约是新台币5.73亿 那就是要作为 就是日本各个部队 遗训还有相关训练成本的费用 那冲绳时报也指出 日本陆上自卫队这个北部 西部方面队呢 其实去年才进行过这个演习 当时呢 是动员1.6万到1.7万名的官兵 可是今年全国军演的动员人数 粗估会是去年大规模演习的 8倍以上 以上就是全球现场为您掌握最新状况